昨晚看到诚意工作室发了声明 闹得沸沸扬扬的某事件 诚意团队终于有了动作 发了律师声明维权 处理侵权事宜 具体事情的粉丝朋友们应该都比较清楚 因为涉及的敏感内容 我就不赘述来龙去脉了 贴个图大家自己去搜就行了 这个是涉事之一的娱乐主播 其实我想说的并不是这件事件的始末 我想说的是 每个人都必须对自己的言行承担相应的后果 但是不应该把责任推到一个不相干的无辜的人身上 所以不论是那个说了不良言论的人 还是到处诋毁诚意 扩大了影响的自媒体们 都应该为各自的言行负责 谁的责任谁承担 就这么简单 所以我非常支持诚意的团队维权 有的时候忍让就是无稀纵容 知之不理不是最好的选择 我们的羽毛来之不易 有我们的努力 有我们的汗水 我们没有做错什么 凭什么要温和的对待吸我们骨髓的人 靠着造谣抹黑 诋毁 恶意引战而赚取流量的你们 还没有明白一个道理 并从口入或从口出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更不是你们为所欲为的地方 网络存储着你们作恶的证据 所以更应该小心谨慎自己的言行 最后奉劝所有的黑子 喜欢一个人 你可以关注支持他 不喜欢你可以忽略他 把有限的生命放到 对自己的提升和爱好上 你会发现这个世界 有很多值得你爱和努力的人和事